祖師錦朗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示範 之前一直提醒 當第一個記者會結束後 似乎都是比較難解僱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的節目 或者大視節目 但我想大家最關心的是現在怎麼辦 坦白說 資金是未來長的 但也想不到今天跌那麼多 或者這麼快開始跌 未來可能有些差先恐後估到不出奇的事 看到資金未來長 成交其實預計了跌 所以你問我的 捐商股降交所 雖然有施政報告的憧憬 但我覺得大方向 短期 短期說一兩個星期的空間 都是難搞 因為 因為按照計成交 當資金離了長的時候 沒有什麼話題炒作 大家看到連續這麼多記者會 你會看到有個決心去改善經濟 或者保持今年經濟增長 但對於 刺激消費 或是各行公共業來計的話 或者你純從 金融市場角去看的話 其實真的差一點 另外看到港股暴跌 A股 都有失手的跡象 我想很多朋友 都會問一個問題 如何去賺回最近虧了的錢 都重提 其實不斷提醒大家 投資有很多不同的標的 例如美股 上星期四提到美股的時候 美股破頂 即是標普500 當時標普500 收市價是5792 大家可以看看 以昨天的收市價來計的話 昨晚已經上升到5859 同期我們看到 A股 一條下降通道的跌下來 一浪低於一浪 然後一底低於一底 看到 3200附近 大概就是國慶之前一個交易日 的升市起步店 即是9月30日 這裡 似乎是有點力托著 但看到今天臨收市之前 都只是托著 已經不能再彈 如果你問我 沒有特別消息的話 可能要繼續退手 退手即是怎樣 可能3100再收一收 如果再是頂不住的 就再退手 直到可能真的等 有重大正式的公佈 到時不一定性 很多朋友都想說 不要緊要我現在坐到時一定性 其實 怎知道 對不對 所以 在這個心態之下 我覺得 這段時間我提醒大家 不應該太進取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與此同時 我們看到港股 港股 簡直是穿了 穿了 看到 原本 好像昨天的低位 大概20,07 20,08 好像是有些支持 但下午回來 跌勢亦是轉急了 差不多是 低低制收 即是收市跌了一會 臨時好像有些淡倉去平 所以 彈回 28點不夠 如果有低位 20,154 來計算的話 彈回百多點 不夠28點 但是 我覺得 這個已經是很足以說明 其實 資金真的 不會繼續跟你去跟 他未必要做淡 但是 由下面一路買了那麼多貨 或者就算他有些是上面買了貨 他也要走 為何是這樣的思維 這個待會後面我會再跟大家進一步分析 除此之外 另外 不利的因素 之前提及的CPI 上星期四提及CPI 的一個看法 美元果然 繼續保持升 十年期兩年期的債息 是一直夾在一些高位 我想這個因素很複雜 始終現在美國經濟是不差 股市恩恩向榮 美元沒有理由跌 再者 通脹雖然輕微有下跌 但是下跌速度不似預期 已經開始有些聲音 聯儲局可能9月減0.5厘 這個是減多了 接下來這兩次會議 可能都是減0.25厘 甚至乎不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美金勝看到今天人民幣 是 跌得又急了 上到712 713 適合這些位 那麼 之前都有提過 似乎 中央都是比較緊張 一系列的貨幣寬鬆的政策 會不會令到人民幣貶值 現在的勢頭來看的話 人民幣的確 對比起之前 是貶了一陣 這個美金升 人民幣貶的話 其實 我覺得對於現在我們是炒港股A股 是炒政策的話 如果你說是炒出口 即是吸納出口 人民幣貶值未必是壞事 但是現在炒貨幣政策 炒這個舊市的話 就不是一個利好的因素 說了那麼多 那怎樣可以回應呢 首先我覺得要 認清形勢 心態上我覺得很重要 我最近都和不同的朋友 去交流的時候 如果不能忘記之前賺的錢 或者 後來虧的錢的話 其實 心態上已經陷入了劣勢 你每次記住 原來我還有 十萬二十萬 最近虧了或者賺少了 我要去追回的話 其實這個是影響了你之後的決定 記住每一個決定都應該 獨立去衡量 OK 分析一下形勢 就是 再說一件事 原本 這個十分鐘圖 港股也有一個 一底居一底向上收斂 向下就一頂居一頂 叫做 三角形 轉去責幅的走勢 這也是 我昨天和今早本來判斷的情況 亦是托在208的其中的原因 但是看到 這個是現貨 其實 夜期 昨晚 傳過 一個消息 原來 支持經濟的措施 是三年內 會發 六萬億的國債 基本上 聽起來都符合預期 而且比預期長遠一點 是三年都有 夜期 曾經上過 21,429 你當最近有三、四十點 高水的話 相當於等於現貨 有21,400 OK 但是 之後回落下來收斂 到了凌晨的時候 而 今天就更加大家看到走勢 A股 明明在交易時段 有模型之手托著 很明顯 每個人都看到 OK 但是 今天 剛才也說了走勢 還是要跌成這樣 港股沒有這個模型之手 OK 或者不明顯 就算有 可能我看不到 但是不明顯 大家要看看這幅恆子圖 由18,000點升上來 其實是靠外資去炒 為甚麼 因為在這幅上升的時候 不需要去估貨 OK 所以 外資究竟怎樣想 對於港股 現在這個水平 是比較重要的 OK 我相信 外資對於這些不確定性 它的看法是負面 如果你說短錢 一些對沖基金 炒得好行 它一定是看得很短 不會跟你想 這下沒有主題 沒有熱度 它就一定走了 世界 全世界 那麼多地方 是不是 OK 而長線資金 即一些基金 它面對最近 即是原本比較樂觀 但是 後來又變得不確定的 情況 它們是沒有一個入市的理由 而 就算它可能買了 它也會衡量一下 如果現在這麼不確定的時候 是不是買多了 它也要減 尤其是跌下來的時候 它可能走得比普通散戶更加狠 而最近再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也看了 台海之間的軍演 其實對於 外面的資金來計的話 其實是增加了地緣政治風險 再加上美金走強 人民幣貶值 剛才也說了 是限制了 未來中央出的救市政策的空間 所以總而言之的話 其實現在 如果它們是萬八萬九點 賣上來 其實很多 大機構 或者一些大戶 甚至更低已經賣了貨 它們再訂的話 是有空間 甚至乎它訂了之後 低位 或者它覺得 就算不要緊 它萬九點減持了 之後 升上二萬一 它不是看這些 即是機構投資者 它去看 如果到時真的要買 是向好的 經濟形勢 措施是有力的 它就看之後的升幅 它沒有所謂的 所以這一刻 OK 如果從估值來計算的話 之前可能是 人行 即是開記者會的時候 那個衝景是高一點的 所以使用率 可能12倍至14倍 都比較合理 但是現在 是相對要冷卻一點的 所以11倍左右 我覺得相對是比較合理的水平 即是你看回 萬九點 而你看到衝高上去 其實是試過一下萬九點 才再拉上 這個22700 就是之前說的阻力位 好嗎 所以 我自己看 下面真正支持 可能是萬九點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還有一些 方法呢 其實上次 我不知道大家 說了一些美股的股份 我都很少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到 或者留意到 而如果今天再說一隻新的話 其實也有 就是高通 形態上 這個純形態上看 最近 美股都是強的 OK 形態上 你看到 這裡一底 像是一個三角形收斂 有個大洋竹 去做個突破 成交是交渡差的 即是比較高一點 這就是我最近在留意的股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也回應之前 其實留言已經回應了 有位朋友在留言問了一個問題 問我金價怎麼看 原本 以色列那邊的地緣正值可能都差不多 而且金價跌落 如果我把這個264265 的位置 其實是有點破了位 但是現在抽上來的話 這個是有點奇怪 因為 照計 債金和Yen 是會比較同步 但是現在 是金上來 但是債繼續跌 Yen繼續跌 OK 我相信 比特幣也繼續上了 我相信可能市場在預示 一些不確定性 和央行似乎都是 傾向去美債化 未必是去美元化 造成 短期 如果再更新的話 我會覺得是由2650 去到 2700 這50美元 雜幅上落 看看有沒有特別消息 參考上升通道的話 做一個比較長的看法 都是我主要的 衡量標準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裏 希望可以抽時間和大家分析市況 大家可以給LIKE 支持 以及鼓勵 有什麼疑問或建議 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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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